每天向台北南区在地团持鹽水災情 社會也一定的努力推動各行改善港町 順便台地市長林茂彥在國風臨灣的北斗市場 來到海當局的調水站實體使策 了解地水港町的時間進度 也希望整體港町可以帶來完工 更加保障當地區面的生命財產安全 今天順便台地市長立民間 在市府水力救助澎少博町人的北斗市場 清新到為了安南区的海當局的調水站來市場 不然調水站一定可以使用 村路面普遍的工程 有幾十一月底會全補萬工 現在氣候變遷 有時候有豪雨 我們的裡面的水就排過什麼的水 因為就受到加南大村的影響 所以我們真的沿我們安南区這邊 很多地方大概需要涉抽水站 除了比較高 河村那比較不需要 村的家還是有需要 所以我想這幾項這麼請水力救 我們議員和議員 繼續跟我們道三天 讓我們整整個安南区的這個地水 可以越來越完善 越來越... 可以改善我們這裡的問題 這次所使用的鑑控管理系統 雖然用遙控、彎端操控 不過如果是剛才大火的警報 也有另外的交通實質操作 那因為我們除了有遙控 還有監視器 通通都有 那所以我們 就是颱風好以警報 也有人會在 也有人會在這邊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後續 這個部分會更加強 就是委外這個廠商的這個 操作的部分 我們會更加強來督導 它除了有連線 還有那個監視的畫面 也都一樣 都能夠連接過去 所以它能夠即時的來掌控 這邊的這個狀況 這次的鑑定 因為掌控管理系統比較複雜 所以在時間期間 方比安通路 作成引路人的不方便 市府水裡救表示不足 所以後 也希望說在 各方的努力集合 可以整理完工 讓台南的治水系統 有各個聯合好個 記者 潛宇 安南區 蔡鳳伯德